今年是法輪大法洪傳世界30週年 日前來自全台各地5000位法輪大法學員 齊聚自由廣場 排出一幅巨型圖像 吸引外國觀光客與台灣民眾驻足觀看 在艷陽高照下 來自全台各地5000位法輪大法學員 竟然有序地走入台北自由廣場排自區 花了近兩個小時排出法輪圖形 及法輪大法洪傳30週年巨型圖像 路過的外國遊客紛紛拿起手機捕捉這一刻 當然是一個平靜的反映 你看到人們在訓練 我認為它非常好 可能會開始練習 一個時間 一個非常有耐力 這個是令人欽佩 這個法輪對社會上是有益的 當天排自活動結束後 法輪大法學員也向民眾展示五套功法 法輪大法1992年從中國長春傳出 目前已經洪傳全球一百多個國家 修煉法輪大法的學員們將真 善 忍的原則落實在生活中 遺憾的是 在中國 中共以各種殘酷的酷刑 甚至是活摘器官 迫害法輪大法學員長達二十多年 至今仍未停止 在全球各地的法輪大法學員堅持不懈地以各種方式 將法輪大法的美好 中共迫害的真相傳播出去 師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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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輪大法 真相忍好 師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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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師父